大家好,我是政大國Model 2的吳宗鮑,同時也是2015年APAC VOF的團員之一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現在也是很多人很關心的一件事 就是說,我應該要具備什麼樣的特質才能參加Model 1PAC 是不是從其中托領而書成VOF的代表呢? 首先很多人很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啊,參加這種國際會議,我英文是不是要很好啊 或者是說我是不是要會很多不同的語言呢? 我覺得是這樣,就是 但是,不會你英文有多爛,文法有多差 口音有多重,單字量有多少都沒關係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你敢不敢跟別人說話 因為,最重要的其實是 你要能夠跟別人溝通 然後,同時也傾聽別人在說什麼 另一個大家很擔心的事情就是 啊,那我是不是要就讀相關科系啊? 或者是,我是不是要對國際事務或國際經貿相關的議題有很多的了解 嗯,我覺得這樣就是 嗯,我覺得這樣就是 如果你本身就對於國際事務或國際經貿相關的了解 或者是熱情的話,那當然是很好 但是,即使你沒有,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嗯,你是不是還對這個世界抱有一點好奇? 嗯,就是對於你所不知道,你所不熟悉過去,甚至不支持的東西 你是不是能夠抱持一個開放的心? 然後,去了解更多的事情,然後 並且去反思跟討論這些事情 然後,最後,嗯,很多人會很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啊,我是不是要很主動啊,或者是很積極,或者是很努力的表現我自己才能脫穎而出呢? 嗯,我覺得是這個樣子的,就是說 就是說,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特質 那你不一定要成為那個上台出風頭的人 因為背後的每一個工作都是一樣重要的 那,我覺得這個活動裡面我們所需要的人 從來不是只會顧自己好的人 而是應該是一個知道自己在團隊裡面最適合什麼角色 而努力扮演好那個角色讓團隊有最好的呈現 這樣子的一個人 而我想這也是APAC非常重要的所要傳達價值之一 嗯,所以就是,嗯,當我們在談說應該要具有什麼樣的特質才來參加這Model A-PAC甚至托你文書的時候 嗯,我覺得或許就是做好你自己原本的樣子就好了 然後,就預祝大家順利囉 謝謝大家 昨天 老 ہیں